由鬼才导演徐克指导的3D古装宣誉片《敌人节前传之神毒龙王》于9月1日在京举行了中级版预告片发布会 当天导演徐克总监制陈国富及主演刘嘉玲出席了活动 曾凭借《敌人节之通天帝国》里武则天一决而获得金像影后殊荣的刘嘉玲 这次再次加盟影片饰演年轻时候的武则天 而同样合作过徐克的还有其老公梁朝伟 尽管都合作过相同导演可就在媒体问及刘嘉玲是否有意与梁朝伟合作一部徐克的电影时 刘嘉玲马上给予了否定 其实导演的魅力就是电影的魅力特别大 会不会说有没有说想推荐一下那个梁朝伟先生来就是一块演一下 梁朝伟有演过你的戏啊 其实梁朝伟我一直在想梁朝伟跟你的生活 我这还在想其实很想跟梁朝伟 当然我一直都想跟梁朝伟再做一些可以这个大家刘巧的比较长的 就跟这些一些想法 所以如果梁朝伟先演的话你会想到让他演什么吗 或者会跟嘉玲姐搭档吗 想不一样吗 你与徐克有过多次合作的刘嘉玲不仅对导演了解有家 也是直言不讳 当天现场也是爆料了徐克在现场喜爱示范角色动作表情 甚至连花魁 银锐鸡都要亲身吹饭 我去示范一下 就是不应该这样子 应该的应该的 都说你那个抚昧起来比女人还要抚昧 他那个长戏你有上去示范吗 有啊 有啊 必然要示范一下 酷六娱乐 北京报道 我们定位的创造 两个宴 然后我们定位的创造 我们定位的创造 邂逐人 我们定位的创造